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爆炸的贫油弹超过3400吨,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将近8公斤油化合物遗存。 平静的表面下,辐射屋的传播与扩散始终没有停止。 时至今日,死亡公路仍像一个巨大毒源将辐射尘不断散播到周围地区。 在伊拉克,伊拉克战争之后,癌症与辐射相关病症发病率不断攀升。 每天都有几十名患者到拉提夫的办公室聚集求助。 如果有几十万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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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使用了瓶油弹 以后在历次的局部战争中 一直到科索沃战争 然后到03年的伊拉克战争 那么都使用了瓶油弹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 美军为摧毁南联盟的坦克和防御攻势 共发射了3万1千颗瓶油弹 与科索沃临近的塞尔维亚弗拉涅市 是瓶油弹的重灾区 战后20年中 这里人口急剧下降 在被投掷瓶油弹的山脚下 建立了容纳5000个墓穴的新墓地 更令人揪心的是 老年人多发的肿瘤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年轻人 甚至孩子身上 塞尔维亚急救中心研究表明 1999年以后本国出生的儿童 1到5岁多发外胚层肿瘤 5至7岁多发恶性血液病 9至18岁则脑瘤发病率 几一句上升